之前强冠搜水油事件 许多食品厂都改用了正义油品 没有想到现在正义油品也出问题了 而且问题可还没有完 因为正义疑似还有60多项 油问题的油卖给了下油业者 好 流向去了哪里都是接下来要追查的 高雄市卫生局昨天也特别到正义击查的时候 又有惊人发现 这个油槽里头竟然还有474公吨用量 其他已经做成油品卖掉了 至少有60多件油品都卖给了下油业者 目前已经封存了油槽残留的原料 跟相关的油制品 也已经通力业者预防性下架 今天就会公布正义其他有问题的品项名单 这场食安风暴恐怕会再扩大